一段时间不见 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夜路走多了 总能见到鬼啊 是翘翘叫你来的 是米明 你一直在缅国 嗯 回来很久了 刚说完 丛林西南侧的禁区附近 徐徐走出来三个人 孟叉谋 这次麻烦了 不麻烦 前方来报 伯明尹的人已经进山了 以防你们撞见 还是趁早离开的好 马上就走 带军车开远 商少爷认识孟涛 不是你叫他来的 孟涛是副指挥官手下的第一参谋 缅国首席差弹专家 我和他在内阁见过 但是没什么交情 估计我请也请不动他 你不去悬崖那边看看 你呢 不打算见见离窍啊 我先不去 执行队最近事情多 我要赶回去 还有两天就是婚宴 早晚都能碰上 嗯 到时候见 另一边 你怎么过来的 商玉抿着薄唇静默不语 偏头地给他一道深暗的视线 嗯 我做的不对 你应该生气 就算不对 我也得去 夏老五是因为我出事的 不能坐视不理 为了救他 不怕自己出事 如果贺琛为你涉嫌 你能做到袖手旁观 男人沉默了 下次 记得和我商量 你会同意 见男人不渝地眯起了眼 想到自己还是戴罪之身 立马乖巧地点头 好 一定 真是胆大包天 我以前在无人区里拆过来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那里面是什么 没有下次 嗯 和穿穿的是你的衣服